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方的政策论述又透露了哪些关键信息呢 我们本期详细聊聊 首先 在9月24号 中国央行等机构发布了一系列向期降准的信号 超出一期的是推出8000亿人民币的贷款资金 可以进入股市进行复盘 其中5000亿用于券商 保险公司等机构流动性使用投入股市 那么另外3000亿则作为低息贷款 供银行介于上市公司大股东 用于股票增持和回购 同时承诺未来不够还能够再继续加码 随后 9月26号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采用了促进房价值跌回稳的冷汉建用时 中国相关股票相继爆拉 但是国庆节后呢 专管重大投资项目的发改委呢 则未出现市场期待的增量财政信号 也从未从政治局会议中促进房价值跌回稳的信号呢 做出进一步的延伸 再加上股票短线急涨后的获利了结的动机 护森300呢 早上开盘短暂涨停后快速收连涨幅 恒升指数呢 A50期货呢 在当日大跌近10% 即便如此 本轮中国政府大动作介入 已经引发了全球资金的关注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以始为见 本轮暴涨呢 是否能够继续延续或者说演变成为暴跌呢 我们分别参考一下09到10年 以及2015年的流逝 我们可以观察到 把前几次流逝的情况 护森300呢 与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做对比 那么前几次流逝呢 快速转天 都是在工业企业利润率增长下滑的情况下发生的 唯独09年 20年的大流逝 获得了同向的支撑 回落速度较为正常 所以我们从以上数据的可以观察到呢 我们可以暂时得出来一个结论 往年的政策性流逝呢 只是在基本面有支撑的情况下 才走出了合理的结构 就是如果在基本面没有支撑 或者后续也变成为 股灾或者说暴跌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本轮政策型 也就是说技术性流逝能否延续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 目前是担忧重重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房地产板块的数据 往常在中国的楼市中呢 有经久饮食的规律 但是2024年9月 房产销售数据表现却比较暗淡 根据中指院研究数据表现 今年中秋节假期 25座代表城市的新房销售面积呢 较去年减少约29% 然后国庆长假呢 期间商品房日均成交面积呢 也从去年的14.5万平方米降至今年的10.7万平方米 从部分消费角度来看呢 根据这个猫眼电影研究所的数据表示 2024年国庆党的电影总票房同比下降23% 日均票房呢 同比下降12% 同时连假期消费数据也并未出现太多的惊喜 根据大型旅游平台 飞珠携程资料 11期间酒店订房价格年减4.5% 机票价格年减20% 通过这些数据呢 其实能够充分反映出来 中国内陆居民消费的信心 也就是说内需仍然不足 那么综上所述 我们分析本轮牛市目前的情况呢 该技术性牛市正处于开端 需要相关部门公布更多的利好政策去推动上涨 那么投资人呢可以着重关注针对内需房地产市场 丢市政策去选择中国股市 牛市的开端是政策 基本面的改善才能反映出牛市的延续 Vantage Markets呢 提供富时中国A50 以及恒生50等期货指数的差价合约产品 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本轮行情的投资 可以与我们想着什么进行联系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